笨蛋 你作弊了 你又没说过不能作弊啊 这个游戏你本来就不会输啊 为什么 你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这两颗珠子彼此相互感应相互照顾 其中一颗如果死了 另一颗也难以存活 所以呢 所以只要我的这颗还有光 你的那颗就不会熄灭 不过听你这么说 我总觉得这个花大哥有些可疑 怎讲 久别重逢 思念之情 易于言表 是人之常情 但起码要顾及礼数 花大哥不应该让小蕾姑娘 在客人面前丢了面子 花伯父也许是过于激动 花大哥代言也并无不可 你想多了 你嘖嘖嘖什么呀 说不得了 小蕾姑娘说不得了 话说回来 小蕾姑娘失忆的事情 可有进展 花伯父与小蕾相认 并无益处 我想 我们还是得想想别的办法 春花姑娘 小白 跟我回 跟我回凤鸣山庄孤河 不好 为何不好 不好 为何不好 除非 除非 除非你娶我 小蕾姑娘 不要开着呢 水 小蕾姑娘 快开着呢 小蕾姑娘 哎呀 哥哥 怎么的 我刚刚说的都是梦花 难道在小春花心里 哥哥就是如此小气质 怎么会呢 当然不是啦 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 小不小气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不是就好 那你赶快更衣随我 去向父亲请安 随我去拜见父亲 你还挺入戏的嘛 我要换衣服 要不你先 换衣 自家哥哥怕什么 自家哥哥也不行 要不 你先转过去 好 你要是再不快点 待会儿小白走了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可别怪我 有什么 小白来了 真的吗在哪儿啊 啊